局势说房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现在 如果你想投资房地产 你应该关注哪些指标 那我先说的是这种不太重要的指标 重要指标在后边 那所有这些指标都是能够影响到 房屋的成本的 这种建造成本的 能够影响供应量的 能够影响需求的 那这些都会造成房价的波动 那你分析这些指标的时候 你要分析这件事情如果发生了 对我想买房的那个区域有什么影响 你要具体到你买房的那个区域 不要全美国这样去来考虑 那第一个指标就是政治 我们马上要做的这个中期选举 会对我们的经济或对房地产 可能会有一点好的往上的拉动作用 那就是最近可能你会突然说 这个通货膨胀降下来了 这个经济好转了 股市好转了 为什么因为县政府 那个拜登政府 很想叫一切事情看起来好 这样他好连任 或者民主党能够连任 所以中期选举会对 接下来很短暂的一段时间 这个经济和房市 会有一个利好的 可能有这样一个作用 那第二个指标呢 就是政府出台的政策 我们就说 我是大小 我能通过过去 能够预知将来 房地产的趋势 我说的很准 但是你突然会发现 怎么没有照你说的去做呀 因为政府出手了 就比方说 拜登最近出的政策 他就说 房屋 这种低端房 经济适用房 存在了问题 这个供应量有问题 他马上出台一系列的政策 结果你就发现 这个经济适用房的 这个supply上来了 那这个政策就会影响到你当地的这个房价 你具体怎么影响你去 你去自己去分析啊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那个政策是什么 那下一个呢 可能影响的就是全球的供用链 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啊 就我们经过了几百年的这种历史发展 突然有一天 我们就说 哇我们整个是地球存了 整个大家都是这种 全球的这个 共用链啊 或者是这种制造业 就比方说 真的就是说 一个一个汽车 可能是在德国设计 这个配件的中国生产 最后在越南组装 然后最后去卖到了美国 或者卖到了加拿大 就是这个需要 全世界各个国家 这种脑力的体力的 这种物流 这样去配合 就像一个地球存一样 但是现在经过这个疫情 或者是这种 各个国家之间的冲突 那现在突然发现 这个地球存被打破了 那这打破了那种改变 会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就想像 我是在农村的 我们 我们那个村里人建房 在我小的时候 都是自己建的 就是自己上山砍木头 自己去做那个 泥皮啊 就像钻一样 不是钻啊 就是那个 自己做的这种皮 去去建房的 那建一个房 要需要多长时间呢 我们经常是两家人 就两对夫妻 茶火 先盖完你家 再盖完 盖我们家 可能一个房子 要盖一年 那这个房子 就说没有厕所的 没有 没有那种 就有简易的厨房 很简单的房子 要盖一年 美国我们要建一个 自住房 两千多次的 最快的时间 需要多长时间 需要四十天 它整个像挖地级 挖水泥 这种是那个机器操作的 这个木头 这个框架什么 你看运过来的东西 全都是那个半成品 就像竹庄一样 就像搭积木一样 它四十天就能搭成 就如果是全球一体化的 这种供应链很完善的 整个 你如果是建房 建筑的成本会下降 这个开发的时间会下降 但是如果这个供应链被打破了 那整个 就朝相反的方向走了 所以新房 建造的时间长 建筑的成本高 整个新房的价钱高 新房的价钱高 那整个的房价市场 都会在网上走啊 下一个指标 你去看这个建材和人工的价格 你说建材的价格 我到哪看 你就盯home depot 这种建材商店 你就能看到了 然后这人工 就你看这个人工的变化 因为这些都直接影响 建房的成本 还有货源是不是充足 像我们现在 我们会有几百家几百家的公寓 同时会在装修 你去买门 一下子我想买200个门 买不到的 买200个窗户买不到的 那如果这种货源不充足 这种供应链出问题了 介商店这个都会出现问题 会叫这个成本啊 就整个新房的成本会增加 会影响到你房价 那接下来就是汽油的价格 汽油的价格能影响所有的事情 你买的鸡蛋 你买的房子 任何的花费都会增加 像我们之前 如果找人装修 人家给报价 就直接的报价 现在的报价过来 下面都会加一个盐油费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个汽油的价格太高了 所以就说汽油的价格也会影响 它会影响房价 但是它会影响所有的价格 那下一个就是通货膨胀率 这通货膨胀率呢 特别可怕 还好这个月降下来了 但是这个月降下来 我们不知道是中期选举 是人为的 或者还是就真的是 是这样降下来了 通货膨胀率 就是这是一个像一个大毒流战 如果不是我们能够软着陆 能够成功着陆 就是通货膨胀率不解决 经济会出问题 经济会出问题 一定会波及到房地产 接下来的指标都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重要的就是贷款的利率 就比方说 你自住房去年15年的利率是2.5% 然后到今年的话 这个利率可能就上到了5.5% 中间差了3% 3%的差别有多大 我之前说过 就比方说100万的贷款 之前的利息是2万5一年 现在的利息就是5万5一年 差了3万 每个月差了2000多块钱 差这个钱没关系 你自己很难受很难受 割肉我每年多割出去3万块 但是更惨的就是 你可能因为这利率上涨 你贷不了款了 人家说你收入不够 或者你之前你能买50万的房 人家只能说 你现在只能买30万的房了 所以这个贷款利率影响特别大 那现在这个贷款利率 实际上我们回顾 整个历史的这个利率水平 5.5其实还是很好的一个价钱 很正常的一个价钱 但是我们不能接受 就因为这件事会直接影响房价 因为这个反差太大了 比方说一年前是2.5 现在要5.5 就是你怎么都接受不了这种事实 那现在接下来 就说涨到5.5 还可能远远没有结束 那还要综合看通货膨胀 看整个经济的发展 很可能到今年年底会涨到8% 那如果到8% 我就觉得像我们这种出租房 一般的限级流都没有了 都被这个高利息给吃掉了 你没办法能找到 以房养房的出租房了 那像我 如果是我买一个房子 不能以房养房 我根本就不考虑买了 所以贷款利率是影响最重要的 那很可能啊 很可能就说 接下来半年这个利率会一直涨 那可能到明年会稍微往下降一下 下一个指标就是失业率 为什么 因为失业的人 有可能是你的房客 失业的人有可能像我们这样的房东 那如果失业了 可能交不起房租 可能还不起房贷 这个对房价都会有影响的 那接下来就是 新建房和在售的房源 这种供应量能有多少 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我们总是说房这个一个东西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 是由供应量和需求来决定的 那如果供应量上升了 可能这个价格就下降 如果供应量下降了 这个价格可能就上升 所以你去关注 你想买房的那个地方 这个房源的供应量有多少 这些都是公开的数据你能查到 那再下一个 就是一个房子从放到市场上一直到卖掉 它在市场上待的天数是多少 这个也是公开的数据你能看到的 那这个呢 也能间接的反映房市的情况 那最后一个就是简单直接粗暴的房价的变化能反映这个趋势 那我们一般说 就是房地产的这种发展趋势 就是螺旋是上升的 它这个螺 它不是像那种锯齿状的发展 那如果是往上上 一般都是两到五年 在上一次可能到了十几年 就是一定是几年的上 那往下降呢 一定是几年的往下降 所以你去关注你那个房价的变化 比方说你看它已经不往上涨了 然后现在开始往下降了 然后你就继续关注 有可能它就往下降了 就是整个一个房市 房市崩盘的开始 你去关注这个曲线 如果你看我就想问 你看其他的这种资深的房地产投资人士 你就想问 哎呀给我点建议 告诉我接下来这种房市怎么发展 那我能想到的这些指标 你自己去分析 这些指标对你要买房的那些区域 那个房地产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自己去做判断 好举字说话呢 这是这一期我想跟你分享的 那希望我分享的对你有用 我先放过来 我先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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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放开